好,我們回到第二節的印尼時克時代論壇 上一節就說到羅恩惠前輩在加拿大怎樣幫忙把你二先生的骨灰由台灣運到加拿大的溫哥華 你怎樣幫忙接送了,然後運到加拿大的地方 過程中也有風雪,但最後也成功落狀 但其實一直聽的時候,也有一些信仰元素貫穿了 其中一個很關鍵的就是黎珊,現在仍然在囚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先生 他在獄中的時候,在今年年初四月的時候 其實是有寫信給李怡先生,也夾附了一張 我相信是黎珊自己親手在獄中所繪畫的畫像 就是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受死的圖畫 這個是很有意義的畫面 我想對於任何有基督信仰的人來說 但是李怡先生他明白這個十字架上耶穌受死的 背後的深層的意義嗎? 是,其實那個我猜透過小雷,因為小雷是很虔誠的天主教徒 她就收到,她說爸爸收到,李莎收到,立刻就傳給她 她就很觸碰,李莎一說,她就由收到的仇日五月 到了她過世,她們之間常常講起這幅耶穌像 每次說,那個旅用的方法是怎樣呢? 她收到,覺得很感動,她就寫了一封信給黎珊 那個畫了的畫,到了李怡的手上都要一個多月 到了她寫了信,其實她還未收到回信 她不知道黎珊是否收到的 她就很感謝她,還有說她犧牲的意義在哪裡 她當然說的是天主教一些之前的 經歷過同樣被囚經驗的人 她就解釋這個犧牲 她就跟爸爸說這個十字架 就是十字架的意義,犧牲的意義 說黎珊的犧牲,為她祈禱就不只是為她一個 不過她很重視,所以每天都為她祈禱 當然都是為其他人的 小雷就寫了一封信給黎珊 我覺得裡面都很感動,我想讀一些段落給大家聽 她是全英文的,我就翻譯了中文 我容易跟大家分享的 親愛的黎先生,我爸爸分享了你的畫 我們親愛的被釘十字架主的照片 作為一個傳統天主教徒 我給你的繪畫和你的討告深深打動 然後她就送一本書寄給黎珊 那本書叫做《Joy in Suffering》 《苦中的喜樂》 她的作者叫做《Rose》 她的姓是Hu的 然後她說是一位神父送給她的 叫Daniel 就是亞洲區的精神領袖 然後她說覺得那個坐牢和黎珊有個相似之處 原來這個羅斯 中文譯她做羅斯的時候 就是在中國監獄坐了26年監 她是一個《Legion of Mary》的軍團主席 然後她在中共那裡 就是說不肯放棄她的信仰 有一段時間她單獨囚禁 然後她就形容那本書說 她一生最好的時光就是在獄中度過 因為她這樣去的時候 她更加集中思考天主 然後更加了解十字架上的苦難 其實就是耶穌釘十字架 究竟意義在哪裡呢 她說很常因為她單獨囚禁 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了 她常常在這裡安靜 來思考那個《Ding十字架意義》 由於她的苦難 她家庭成員 所有人都受洗成為天主教徒 她的書是以多種語言出版 願意簽主來保佑 她很多的靈魂因為閱讀這本美麗的小書 是受到幫助的 然後羅斯就是在2012年的10月13日 她在中國的天主教徒是有一個特殊的地位 我們會祈禱為她代求 所以她很強調她在中國的監獄被單獨囚禁 然後她希望這本小冊子能夠幫助到黎先生 因為看到她那個耶穌像 她的聯想就是 你一定是很傾向於宗教 然後在這段時間 你的思考 希望都給了很多的鼓勵給她 我記得在那個葬禮最後 我就讀詩篇23篇 原來天主教那個是詩篇22篇 也寫了很多她特別喜歡的聖經 來鼓勵黎先生 天主教的詩篇22篇 然後還有《馬太福音》5章10節 《為正義受迫白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貪玩的》 《希伯來書》13章14節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永恆的城市 我們正在尋找即將到來的城市 這個說的是未來 雖然人類在她的地方受了折磨 但他們的希望充滿著不老 在一些事情上受苦 在許多的事情上會得到很好的回報 上帝已經試驗了他們 發現他們是對得著自己 這些《哥林多前書》《二章九折》 《上帝為外國人所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 我想這些其實我們都熟悉的經文 但是我想作為一個寫信給黎先生 是李兒的女兒 多謝她然後寄書給她 我相信黎先生收到的時候 會受到很大的鼓勵 然後她爸爸 因為她常常說那幅畫 於是她覺得她爸爸其實不太明白那幅畫的意義 於是跟她解釋什麼叫做犧牲呢? 她的德黎先生當然是犧牲 很多在囚的是為了正義囚 他們是異人來的 所以她就會解釋 說什麼是自然層面的一種受苦 她用天主教的一些哲學家的名言 有愛的地方 是不看成本的 說的是聖奧古斯丁 是天主教的哲學家 然後說這個愛是超自然的 那很多這些例子就說苦難 如何去對待 或者是自然的苦難 或者是一些不是自然應該的苦難 那樣 也有被解釋 還有德必泰多阿 泰多阿 她就覺得是一個無辜者所受的苦難 因為這個是她跟爸爸解釋那個十字架的意義 那她說苦難顯示一個人的美德 慷慨 這個可能隱藏到將來 將來那個是主在來的日子 那若白在聖經當中的苦難 許多人在災難時期的慷慨 人的社會性存在 他的行為無論好壞 都會對其他人在社會產生影響的 無論是現在或者將來 因此社會美德的重要性 或者共同利益的意識 其實黎先生或者蘋果案 很多在囚的管理層 我想很多市民心中都很牽掛著他們 根本沒有忘記過 他們為香港這樣付出這麼多 大家當然當他們為我們受苦 所以在這個女兒的詮釋 她覺得這些受苦 是一些無辜者所受的苦難 後面還有更多用耶穌的說法 那些其實是很多很宗教性的 也說過剛才坐二十多年牢 其實在中國坐 因為宗教的原因被囚的人都不少 天主教的神父 知道 特別是一些地下教會 是的 她這個分享 以前我沒有聽李先生說太多宗教的事情 她說這幾個月 她一路寫回一路 一路就聽她女兒 她幾乎天天說的電話 就不停在講宗教 而常常談到這個耶穌像 我猜對李先生慢慢去接受吸收 她都好像在台灣寫苦行僧 她在台灣寫的時候 你知道她離開香港是她的土地 一個作家 一個新聞工作者 沒有人願意離開自己的地方 她就離開了一個地方 然後自己的戰友被囚 她很傷心 然後在那裡寫的仇話很辛苦 說了很多次很辛苦 這個是對她一個很大的堅持 去到最後 那本來其實是 我是八月份去了Kerigree做採訪的 那當時又是一路就去了拜山 就是去了掃墓 去了探阿麗兒 探阿麗兒 那當時我就後來跟李先生說 那當地的老朋友跟她說 你現在退休了 你其實這麼大年紀了 你應該回來晚年 就是休息一下 諸如此類 她說她虛弱到是坐不了飛機的 但是她其實都沒有想過自己 忽然間會這樣走 所以對她來說 我猜大家不太接受到 我想對她來說都是難的 是 不過我們是一個有信仰的節目 所以死亡絕對不是終結 也都我們因為有信仰的節目 我覺得我帶回頭盔 我們剛才所說的 其實我們是從信仰裡面出發 所謂無辜者等等 我們不是說地上法院 對黎山對其他在囚的人 那種的審判 因為我們的聖經很清楚 有一些的教導給我們 誰能定我們的罪 我相信就算昔日 耶穌基督自己在十字架上面 被地上的律法所定一個死罪 但是她是一個無罪之身 也是因為這樣 成傳了福音的救恩 那種就是為人 為靈魂犧牲的精神 我們從頭到尾都在說這些 所以我剛才在聽前輩 你們在這裡分享 我覺得有一丁點兒 有一種小小羨慕的感覺 就是 李怡先生在人生最後的日子 能夠得到她的女兒 雖然我相信當時 因為靠電話去說 都是分隔兩地 不可以配管在身旁 但是有一個很親密的談到的時間 她可以跟自己的爸爸 很真誠地 也很深入地去分享信仰裡面 很寶貴的一些信息 本身這件事 我想像到的畫面 其實是一個很美麗 很浪漫的事 我也挺堅信 李怡先生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 他如果是認定了我們的上帝 是他生命的救助 絕對不會因為知道 我快要面對死亡了 好像臨急抱佛腳 我不要管了 抓緊住 一條好像救命索 我相信他也很明白到 那種犧牲的精神 那幅十字教上面 耶穌被釘死的狀況 那你說是否要把阿黎先生 類比到好像耶穌那樣 我自己就絕對不想 因為我不想阿黎先生 最後去到人生 都要失去自由的狀態 我很想看到他自由地 可以繼續去生活 但是我想很多香港人 都明白的 一方面的紀念著很多 失去自由的人 也都很感謝他們這段日子 為香港的那種擺上和付出 剛才在說那個犧牲的精神 那種愛的那種超級力量 那種超自然的力量 其實就是這樣 當我們今天問問 為什麼我們很愛這個香港 我們很愛這個城市 就是有一種很不理智的狀況 就是你很不理智地為這個城市 很想去擺上 那我想說這個擺上 不是一定是要你身在香港的 其實你身在地球的每一個地方 雖然不是在地 但是你仍然是念記著這個地方 找一些方式 為這個地方繼續去付出 繼續去建設建立 繼續想為這個地方 留下一些美好的東西 都是一種的付出 那這一種就是那種愛這個城市 愛這個地方 或者甚至乎簡單說 就是一個愛的精神在裡面 這次李先生過身 我也有一個很深的遺憾 就覺得時間好像真的 更加不是我們掌握 我們當然常常都是這樣的感覺 那為什麼這麼深的感覺 就是這個是我們一個特刊來的 消失檔案 疫情你知道差不多三年 接近三年 那似乎在疫情剛剛比較鬆一點的時候 那我就開始想去再做放映 就是這個六七暴動的紀錄片 六七暴動紀錄片 這個是當時很多老人家已經不在那裡 那我就去了Kalegre做放映 在教會做放映 大教會來的 很多老人家都出來 那我為了在教會做 在中英圖書館 跟著在Edmonton 就是再對落一個城市 就在一個大學裡放映 那我特別做了一個特刊 為什麼呢 其實我把李二先生以前寫的文章 我還在蘋果下架不見了 我從頭到尾把它放出來 其實這些文章 是李先生交給我出版的那時候 當時我們想出書的 他交給我出版 他再編過一下 跟著還有一個 他在我們有一個放映場 很詳細說 他作為一個當時左派的參與者 的心路歷程 有反省的 深度的 跟著還有一個 他幫我們寫的書序 那個名字 後來他寫了在《失敗者回憶》那裡 我們是什麼人 我們往何處去 這個當然是說我們香港人 我們去哪裡呢 這個就是一種很深的反省 我就不動聲色 把李先生 當時給我的東西 再來過 我們把一些落假的文章 再編過 程翔先生寫了一篇新的文章 就是在說六七勞動 五十五週年 我就前言 這張照片就是 李先生、程先生和我 我們三個人在2017年的10月 在卡加里這個城市上放映 用最好的紙 放大一點 因為路行家要看大一點的紙 寫了 接著我就寄給李先生 遲了兩天 他當時在ICU看不到 就是說 我寫了訊息給他 我說李先生 我把你給我的文章重排 還有一些相關的文章 用最好的紙 排版都很漂亮的 諸如此類 他剛剛已經入了深切節 所以我其實是很有感觸 當然我們常常都會說 天父如果今天就收我們的聖命 我們明天都不會起到身 我們都常常有這種感覺 但是很多時候就是這種 只差一線的感覺 這次的感覺是深的 我沒有在這個 我沒有在葬禮裡面拿這個出來 因為這個始終是一個 李妮先生其中一部份 但是我特地帶了這本書 這本書很重要 這本書是他形容 人生最後一本 其實他是怎麼形容呢 因為他以前很多散文 評論的書 他最重視這本書 他說這個整個是他的反修例日誌 當時一直可以寫的 然後編輯也是前蘋果日報的 叫做Pak 他就很有心機幫他做那個責任編輯 然後寫了一些提示 這本書非常重要 我把這本書帶到他的墓碑裡 好像代表香港人 我們香港人的歷史 香港人覺醒 然後他在最後念之在之的 都是在香港 都是記掛著香港的受苦受難的人 我遇到很多年青人 常常都說 李妮先生是很罕有地聆聽 而且是同行的 就是他不在前面 他不在後面 所以我記得 在我們送行的時候 有兩位他的亡年之交 我當時看見他們寫的文字很資深 我意思是 就是很明白李先生的心情 他都好像繼承羅夫 羅夫先生是他的恩師 當時他十幾歲 什麼名氣都沒有 就當時用他的稿 讓他能夠在文壇開始 徒稿開始寫作 他也是這樣 他經常都說 在蘋果最後編論壇版的時候 他常常看質量的 如果寫得好 無論你什麼的意見 他覺得應該再百花爭鳴一些 有一位年輕人叫陳雅明 後來因為投稿沒有被接納 後來李先生特別和他溝通 有鼓勵 他是學院的副總編輯 前學院副總編輯 後來幫李先生編了一本書 叫做《理而與睡》 就是說張李先生很多舊文 新文 編了集合了一本 他那個道詞我覺得都有意思 我想讀給大家聽 這個是陳雅明 我們年輕時有過理想 也有過幻滅 你是這樣 我們也是這樣 這女看來不會變好 強權似乎戰勝了真理 但我永遠記得你說 強權永遠無法取代真理 你一生寫了過千萬字 無非想我們知道這一點 念知在知 然後另外一位和雅明一起的 一位港大學生 已經畢業了 他叫做Kimi 他就說李先生 謝謝你教會我很多事 很幸運有這麼多跟你相處的時間 我會記住 幸福的秘密是自由 自由的秘密是勇氣 當我們沒有勇氣 我們沒有勇氣 我們沒有勇氣 我們有時候的恐懼會放大 我們沒有勇氣 我們什麼都做不到 就好像郭明寫的稿 我還特別印象很深 就是沒有了《蘋果日報》第幾天 沒有《眾新聞》第幾天 沒有《立場新聞》 其實看那些字有點痛 繼續這樣做 堅持這件事 堅持的背後 當然是勇氣 可以有很多人都說 不可以再寫 梁嘉麗那些採訪也很危險 當然那些人是繼續堅持 我覺得是前輩走了 好像不可以說 我們悼念是可以的 但不如我們去研究一下 研究他的精神 研究他為什麼可以在這麼難的處境 繼續努力下去 這樣紀念一個人似乎更加好 還有一位前輩叫余國良 他就是用了六年的時間 把一本英文版的書翻譯成中文版 是蕭鳳霞的書來的 人類學的學者 在大陸的四十年的田野調查 做了六年的翻譯 我把他的書放在李兒先生的設林 放在那裡 接著郭良的反應是怎樣呢 郭良就說 只要我們不停地繼續討論 繼續傳說 李兒先生就不是真的走了 他仍然在那裡 他的精神與我們 又放在那裡 我又把周冠威導演的書 又放在那裡 來到兩個影 接著我傳給他們 大家都覺得是這樣 還有程祥先生 《暴動》的書 《小小檔案》的碟子 這些都有李先生的參與 我們可能是在世的時候 我們有不同的參與 在不同的階段 我們有不同的投入 海外很多人都是很緊張香港 我做放映去三場去了兩個城市 很多在地的朋友不停地說 我們在外面可以做的事很少 我們好像除了這些 沒有什麼做到的 其實繼續關心香港 特別是關注這段時間 有這麼多的法庭消息 有這麼多的案件審訊 我想我們叫特別彭穆斯 做直播就是判罪 這麼多的這些案件 我們都很需要繼續關注 以及多謝你們一直這樣報導 我覺得人生是充滿很多遺憾的 譬如剛才你剛剛分享到 就是差兩天 想寄過去給李兒先生看的東西 就趕不及了 我們常常會發現 很多事都趕不及 我想經過了這幾年的時候 你永遠不知道第二天 會有什麼新的事件衝擊我們發生 好像我們唯一能夠把握當下 我們去做 我們相信是正確的事 我很記得過去這幾年 其中一句常常提醒我的說話 就是繼續要去做一個堅持的人 但是堅持是一件很累的事 所以有時候我們揭釋一下 休養一下也有這個空間在裡面 剛才說到自由與勇氣 我想我們不單止為了追尋自由 我們要有勇氣 其實我們有時候也要有勇氣 去承認我們其實沒有足夠的勇氣 去繼續追尋 這個我想也是我們要對自己 有很真誠很坦白的一個部分 但是在這個所有之上 我們不能夠忘記 因為我們是有信仰分享的字幕 我們不能夠忘記的就是 我們的勇氣 我們追尋自由 甚至追求真理 我們的信念 不是單單 力量來自我們自己 我們還有我們的上帝 在背後去保護 去帶領 所以雖然路是難走的路 但是只要你回望 原來我們是走在一個被帶領的路上 他同時都是一條 滿有恩典的路 我亦相信李二先生 我形容他人生的三個階段 由最初他很支持共產黨 共產的政權 到後期他很為了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的擺上 以至到他最後晚年的時候 不能夠在自己的香港這個家的地方 去走完他人生的路 雖然看上去也很有遺憾 但是同時我相信我們也看到 是有很多的恩典 有很多的美麗 留下很多的勇氣 留下很多的智慧 讓我們其他人可以去 繼續傳承去分享 我相信最終那個故事 其實是能夠繼續延續 也是非常美麗的 但是我們的節目時間 差不多了 要和前輩你講一聲 拜拜也多謝你 在加拿大和我們越洋去分享 和親自去見證了 如何送別李二先生 前輩你會不會有機會回香港呢? 我猜有些困難 我還繼續在這邊做一些 我連做放映很奇怪 有些人就是不敢來看片 做放映他們就跟我說 叫我小心 說會連說 說55年前發生的事 消失的檔案這麼溫和 而且我當時以為左派有反省 我做得這麼溫和 然後就是說這樣發生了事 應該是由政府做 由大學做 應該撥款出來做 會燒聲燒到這樣的地步 以至於這麼多人 對六七暴動的真正情況 是不了解 以至於當時一班少年犯 特別是金主用了超過10年來漂白 漂到大家可以認為 2019和1967可以對比的 我其實很心痛 我們因為這麼少機會 對一個真實的歷史去瞭解 1967是完全是由上而下的 他們是受鼓動的 2019是一個雨水 200人沒有大台 200萬人 200萬人 200萬人來出來 很多六七暴動的參與者 白發瘡瘡 他們有參與2019 很多有反省的人 最近有一部電影 用一個專門漂白的人 用一個沒有反省的人 所以我們還在做一些事情 就是很多人說 是不會和我們合作 我們去找那些教會 教會大部分在北美都說 我們都會很擔心 我們怕得罪了 某些方面 我們就有很多工作做 所以你說 能夠回來的機會 好像現在的狀況 不是很容易 但是我覺得不要緊 我們彼此仍然不會受物理上的阻隔 我們能夠繼續紀念 以及彼此的連結 要平安 我們要走的路仍然很長 雖然我們香港特首經常說 我們現在開新篇 這個剛才我們形容的狀況 就是一個開新篇之下 新時代的狀況 那究竟是好了還是不好 我自己是覺得 是更加提醒了我們 追尋真理的路 追尋真實的路 追尋真相的路 其實一段時間還沒走完